我看到電子肥料鏈 最後一步驟是利用氫離子的化學生透壓力 來讓一個蛋白質去形成ATP 那個蛋白質我稱它為ATP 核酶 可是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在 核塵分子 催化核塵反應的酵素 我們叫它核塵酶 為什麼這邊我叫它ATP 核酶 而不叫核塵酶 這兩種酶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跟大家說明一下 通常一個核塵過程是需要耗能的 比如說A加B 吸收能量 耗掉ATP 形成C 這個核塵反應 核塵反應會耗掉ATP 耗能 好 如果你的核塵過程 有耗費能量 也就是耗費ATP的話 你就叫做核塵酶 核塵過程消耗ATP 你可以想像你身上大部分的核塵反應 都是核塵酶 因為兩個物質主張在一起 本來就是耗能 耗能就要耗ATP 所以大部分的核塵性的酵素 都可以叫核塵酶沒有問題 但其實是他不需要 要有消耗ATP這樣子的過程 但是如果有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 換好了 鉀加乙 變成了 過程沒有消耗ATP 它的能量來源來自於別的 例如像這個ATP核酶 來自於氫離子的濃度T度 也就是化學滲透壓力 它把化學滲透壓力的這個能量 轉換成這個分子的能量 能量來源不是直接來自於ATP 而是來自於其他形式的 例如光能 電磁能 濃度T度的濃度T度衛能 像這樣的核塵過程 沒有ATP的消耗 你就不可以叫核塵酶 你要叫核酶 當你知道這樣的邏輯之後 回到剛剛的例子 你看這個蛋白質 我核塵ATP耶 好棒棒喔 那你核塵ATP的過程 有消耗ATP嗎 沒有啊 那你就不能叫核塵酶 你只能叫核酶 所以為什麼這個分子叫ATP核酶 因為它形成ATP的過程中 沒有消耗ATP 當然 我是負責形成ATP的 怎麼還可以消耗ATP呢 所以這個分子 當然會不會叫做ATP核酶 因為它沒有消耗ATP Know 號 ATP 好 先說到這裡 它沒有消耗ATP 所以我們才叫它ATP核酶